Hello 大家好 我是娜依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坐标在纽约的地产博主 今天呢 想和大家聊的一个区域是SOHO 那如果我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小伙伴 常常去SOHO这个区域的话 那肯定就是Serena啦 所以今天邀请她跟我们一起过来聊聊这个区域 让我们聊起来吧 那区域视频的开头呢 那老惯例先给大家说一下SOHO到底是在哪里吧 SOHO区其实是South of Houston Street 休斯顿街以南的简写 它其实是临近Little Italy和Chinatown 所以它也是吸引年轻人周末去那 hangout的原因之一 那像这个区现在的话 都是咱们周末会常去的一个地方 那你知道这个区历史吗 它之前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SOHO的历史非常有趣 SOHO17世纪中期 SOHO是曼哈顿第一个自由的黑人定居点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SOHO区也聚集了非常多的工厂 之后呢 SOHO去因为它临近百老会 就是大家知道Brawway 随着娱乐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歌 不过之前我们在说的时候同事说临近百老会 一下子也不进啊 但其实是百老会接Brawway 是Brawway 它是穿过来的 对 因为随着娱乐业的发展 大家知道音乐剧和影视剧的发展 SOHO区也成了非常著名的娱乐之都 当时也成为了一个红灯区 还是蛮特别的 对 但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城市要发展嘛 那曼哈顿就是是个岛 所以越来越发展之后 很多这种工厂啊就外移了 无论是搬去纽德西啊 还是其他的一些地方 使得让曼哈顿现在的这些区域的话 就有了各自的一些发展 那后来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 对 因为刚才有讲到说工厂有搬出SOHO去 所以就留置了非常多的控制的房屋和阁楼 因为艺术家大家知道 非常喜欢就是高耸的阁楼 这样对他们的创造非常有帮助 也因为当时的房租非常便宜 所以艺术家们就纷纷入住了SOHO区 成立他们独立的工作室和艺术阁楼 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随处可见SOHO区 有非常多艺术家的壁画 就画廊呀 包括现在也是一个蛮有 就时尚制度的一个感觉吧 有很多这种网红啊 然后模特呀 时不时的还会在SOHO去拍他们的大片 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缘由的吧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 除了我们知道SOHO有很多店 然后是逛街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住宅的价格 大概是怎么样子 以及是什么样的人 会常常来这边考虑居住呢 SOHO区的话 其实它就业人口97%都是白领 所以呢 SOHO区主要的是office居多 他们当然也有新开发的condo 但是他们的平均价格都非常高 是纽约最昂贵的社区之一 平均价大约在210万到370万之间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高的一个价格了 因为曼哈顿的一些地方 尤其我们常常知道 比如上东上西啊 有些时候其实 average来说可能都达不到这个价格 据我的观察呢 其实华人在这个区居住的相对较少 也是因为这个区域的房子有它自己的特性 可能和我们常常买的这种玻璃楼的这种建筑来说的话 会少见一点 所以呢 很少有我们看到的客户在这个区居居住 这边呢 可能更适合这种喜欢有艺术气息 然后喜欢这种老一点建筑的这种风格的朋友 在这个区域来居住 那刚才你提到很多都是白领会在这个区域 那这个地方的交通如何呢 其实SOHO的交通也非常方便的 对于学生群体的话 其实很友好的 它有非常多的地铁站 比如说从SOHO区到NYU的话 其实乘坐地铁6号线 大约10分钟就能到 而且如果住在SOHO区的话 其中有900多家Shops和9家不同的银行 还有将近100家不同的餐厅 是非常适合无车一组去居住的 但我觉得它的弊端就是 房价太贵了 对就是太贵了 那我们说说这个区域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咱们之前提过肯定是吃喝玩乐的 那这一个区域的话 如果让你来推荐的话 因为我知道你真的常常去这个地方 如果让你来推荐的话 你觉得最想推荐给大家的 比如说美食啊 这方面的店铺 你比较喜欢哪几个呢 从吃的当然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店 跟大家第一个推荐的是叫Dominic Bakery 它是非常有名的全球连锁的甜品店 他们家很有名的叫Cronut 是Crisons加Donut的组合 就是一口下去 又能尝到Crisons的松软 然后又能尝到Donut的甜 就是蛮好吃的 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 而且这家店的话 我之前也去他们家的那种Tasting的Event 然后就可以尝到不同的甜点 然后都是在你面前来做啊 然后都很有新意 所以我觉得如果哪怕是说不一定在这边居住 哪怕是来这边旅游的话 我觉得这家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吧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还有跟大家推荐一家餐厅 是古巴装修风格的叫Cafe Habana 它是位于SOHO去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古巴餐厅 他们家的烤玉米已经是超级赞 配上辣椒粉和美乃滋 就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对而且刚才在我们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听我们另外的一个同事有提到说 这家的小姐姐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都是会穿着白色的衣服 T恤 对 真空上阵 真空上阵 我这边还没有去过 所以我觉得可以回去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子听一听我同事的这个 描述非常诱人 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除了这两家店呢 我觉得下一家你会想推荐哪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抹茶爱好者必去的 叫Tayaki New York City 它是一家鲨鱼烧加冰淇淋的很有名的店 他们家是推荐的是鲨鱼烧 因为它是热的 然后再配上冰凉的奶油冰淇淋 就是一口下去 满满的卡路里 就说这个可能跟很多西方的这种 brownie和ice cream的这种搭配 是有这种一曲同工之妙吧 都是这种冷热香蕉 然后可以同时感受到boss的这种感觉 应该是蛮奇特的 另外我觉得去SOHO的话 肯定逛街是除了吃以外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而且很多我们知道的大牌的话 除了比如说像中辰这种商场里面 第五大道啊 这边会有一些牌子 那剩下其实比较聚集的曼哈顿的地方 就肯定都是在SOHO了 像我们常常知道像Chanel啊 然后像Tiffany啊 对就这些大牌店 肯定在这儿是都有的 那这些的话 其实就不是我们今天推荐重点了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精品店吧 就是可能在其他地方你不一定能找到同类产品的这种店铺吧 嗯 就比如说首先最有特点的就是SOHO区有最大的耐克旗舰店 它一共有五层 然后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 它还提供店内的篮球鞋体验 比如说让你测试是否合脚 或者是模拟投篮机 让你感受它的舒适性 嗯 是非常适合大家去体验或者拍照的 这个就是可以带着男朋友去打卡 而且我知道你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知道这家店的 对有男朋友的小姐姐也不要错过 对 然后还有推荐的就是Mona Design Store 它其实是纽约著名的现代博物馆的品牌 它也是和经常和不同的设计师有合作 对有合作的产品 而且他们家的产品都是那种带有艺术性 但是又有一点生活气息的这种产品是非常多的 而且我之前还给我儿子在这家店买了墨镜 虽然他从来没有戴过 但我自认为那墨镜真的就是很有设计感 哪怕是小公公的这种东西 他们弄的都是就是很漂亮 然后会让大人 尤其是我这种妈妈有这种疯狂购买的欲望 对非常适合去买伴手礼啊 或者是朋友的生日礼物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最后一家呢 最后一家就是给小姐姐推荐的 非常粉红装修的叫Museum of Ice Cream 冰激凌博物馆 他们家就是给你offer一种 能边吃冰激凌边体验13种不同主题的 打卡 对打卡经典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这种情侣啊 或者是就是闺蜜之间 可以去一起一同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 可是我以为他们家是限定的 现在好像还在开 太棒了 对里面还有滑梯也非常深入小朋友去 希望现在在看视频的宝贝 这家店还开着 但是我以为它是限定的 但是anyway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地点 而且如果 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如果我找到了原来去拍的 我可以在这给大家 插播一下 总的来说呢 SOHO趋势非常适合大家休闲娱乐 也是当代艺术和工艺 完美融合的一个体现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喽 拜拜 拜拜 拜拜